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核心还是因为从小就觉得 历史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然后家里也没有给什么压力 反而在高中是因为选了一类组 然后想想那选了一类组 那未来要干嘛 历史老师有一次就很欣慰地 跟我们讲一句话就说 但他觉得他现在虽然很忙 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很开心 他很喜欢历史 现在又可以靠历史为生 他觉得很棒 我觉得我很喜欢历史 能跟我历史老师一样 蛮好的 所以一开始 其实根本对教育 没有太多的想象 只觉得我自己喜欢历史 然后能够跟我历史老师一样 学历史 就是读历史要有饭吃 蛮好的 老师一直这样到大学 大二生大三的时候 我真的念了教育学程 然后有机会去三次国校 去服务 我觉得才慢慢感受到 教育真实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对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才真实的转变 从只是觉得 当老师是一个职业 到变成一个智业 我觉得在学校现场 能够第一线的体会 整个资讯知识 在交流跟沟通 学生的反馈 引导学习成长 这还是一件 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我现在不是学校老师了 但其实为什么 我还是以一个教育工作 的置居的点 就是因为我只是把教育 当作职业 而不是说我要当老师 这个职业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节点 其实我觉得跟我 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 是慢慢连在一起 我个人的座右铭 是威尔斯在 All Life History 里面一句话 他说人类历史 越来越是一种灾难 和教育之间的 拔河进走 他现在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所处的是 社会要好 很多时候是一个 共识凝聚的过程 然后我们能够记取 过往人类历史的经验 跟教训 然后去对抗那个灾难 所以我这边讲的教育 已经不是那种 所谓体制 或是上课 学校那种教育 而是一个有价值 或是人类历史记取的 经验跟教训 如何形成 众人共事的一个历程 这是教育 对 所以我看重的是这件事情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这件事情 做得更好一点 那有机会在学校现场服务 也OK 那发现 其实离开学校 也有一些可以尝试的 像现在在做台湾Bar 也就试试看 对 反而就没有一定 非得要做老师这个工作 不可